開始餵小狗了 今天給他們加一些不一樣的 這個一定是羊奶粉 但是這個盆裡不是玉米糊 它是那種蓬化面的玉米糊 就給小狗今天加一些這個 再加少許的火 來吧開飯了 別找我 給黑豆留一點 你看這個大牆在這邊吃完了 要不然它會強感到好冷 固實了 小白豆的牙齒 越來越厲害 中間隔著一道鐵棍你還厚 這個玉米糊還吃的還挺美 這又是秒完呢 他們吃飯是用秒計算的 不是用分鐘直接就是用秒計算 用這個玉米糊啊營養也很多 這個玉米糊啊 它吃起來之後就是促進它 腸道這個蠕動 一直吃純肉的話 它拉上這大便是特別硬的 你加上一些玉米糊的話 它吃進去它是醋纖維嘛 然後對它上韭 checkout 然後對它腸胃還是比較好的 呦呦呦呦 因為黑豆在那裡邊之後 在一塊兒搶 會吃的不均勻 一般的時候不讓他們在一塊兒 把盆給我刷乾淨了 加了這個玉米麵他們也沒說 就是第一次不吃 吃的嫌不好吃啊 或者是厭食啊 不喜歡這個味啊 不會 他們依然是吃狼狐狐猿的 都吃飽嗎 吃飽休息吧 移到飯點我跟你說跟瘋子一樣 吃完之後這個狀態還是那種 想吃的感覺 但是不能讓他們吃太多啊 第一次加這個玉米糊 看看狀況怎麼樣吧 它會被拉稀啊 或者是 有不適應的有吐的呀 這這狀況啊 小孩到底呀 護食護食後都挺嚴重 每天吃肉的時候 他又只要沾肉 就護 可壞可壞的來了 你看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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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